押 押起来 那生的都掉下来了兄弟 好了够了够了够了兄弟 掉那么多 好了捡起来 这个方法果真很好 打还效率高一点 这种开了裂的就很好弄 就一下就把这个果肉取出来了 甚至直接剪这个核桃籽就可以了 你不要剪它烂的哟 不容易烂 这种开了裂的 轻轻的拨一下就开了 不然的话等一下手全部黑掉 那这种没裂的咋弄 你把它摇下来了 这种没裂的咋弄 扔在这回家之后用那个塑料袋给它 对五个几天它自然就抠落了 这种最好 一掰就好 你这核桃一般怎么弄的吃 嗯 就剩包着吃啊 干干了之后晒干了可以把它磨成粉 然后煮稀饭 看明天我们的手会不会变黑 会变黑的 你看我们剪了这么多核桃 然后还有很多没去壳的 搞这个核桃很用他们当地的方言之后 老火的很的就是这个手会变黑 你刚才说怎么才能洗得干净 用这个叶子啊 你看它能长得 但是心眼挺快我跟你说 看不出来啊 能不可貌相 所以啊 你们得防着点 怎么了 其实我跟你说用树叶洗都不怎么样 就要是用这个果皮洗 你的独公独 让你守黑的就是这个果皮 你怎么那么蠢 这个果皮的这是汁 你可以试一下 把这两块剪去 搓一下 把它用来洗个头 你洗脚洗头洗面 当洗面奶 洗头有水也耗得黑了 染头有发 那年龄大一点的 再来剪这个果皮 你洗了之后头发都要变黑 你和你老表的试一试啊 对你看像你这时候有一些白发 然后用这个洗了头的话 头发就会像染了一样 变成黑色的 你知道吗这里以前他们用这个果皮 脏碎 然后有一种花 包指甲就用了这个果皮 做美剪 它是上色的 嗯 标准 真的切开了一会儿 他不洗那个鞋 你让他弄 真的一会儿洗不下来 我知道洗不下来 我知道洗不下来 你那种不用高它 他种整不开 你那种包不干净 一会儿要把手整 你等它放一段时间 他自己就脱了 我今天就要吃掉它 还等 洗八天都不会洗干净 你 装不下了 我自己都不干净 哈哈哈 哎呀剩下的实在是灭不开了 哈哈 灭不开我们把这些纸捡起 直接合到 直接熬乱石 嗯 先走 包不完整 我总是把它 直接熬 这个带坑一下 嗯 这个是已经敲好了的 嗯 但可以 直接熬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的指甲已经开始黑了 手 已经开始黑了 这个灰指甲一个传来两 你那个才是灰指甲 我这是黑指甲 嗯 真的很香 再来一个 这一个有一点干 皮都不怎么好包了 哎呀包不干净来 这个给你吃 包不干净你给我吃 这个用心良苦 现在把这些 果肉都装里面 还有这个 袋皮的装里面 五两天 听说就可以掰开来 他们当地人狡猾的很 你看 带我来捡糊他 回头我这两只手都要不得了 帮他叫你别弄 你看他 你回我吗 满满的一袋子 再多再一个都装不下了 走了 走 这是当地的一个美女 告诉我用这个核桃树的叶子 可以 把这个核桃的 这个枝叶洗掉 我就看看明天哈 能不能见效 比较网上这样说的 我也不确定呀 谁像你弄那么多在手上的 你们又想吃现成的 哈哈哈 来把他们剥开 来把他们捡起来 泥巴搓 泥巴搓 泥巴搓估计是不管用了 这里 这得扣一点 你试一下咯 要放点盐了 要不腌一下 会臭了 你没用 洗锅就好了 做成腊肉 我们这边可以做腊肉 这个腊肉已经做好了 都上色了 延熏一下 每天我会自然的熏它一下 行赶紧算了 过个七八天就好了 一个月 还好 再软到回会 摆完核桃回来了 看一下鸡肉 还有好多汤 我看女朋友啊 我喜欢女朋友 好多白白米 这个玉米不好吃 冰箱里面有两个 为什么不好吃 我们这都是拿这个喂猪的 你们偏要去 这边漫山遍野 这田里面 种好多这个包裹 我们那边都是 几块钱一个舍不得吃 这个炖汤不很香吗 这个不好吃 这种品种 另外炖汤的是一种水果玉米 就这个玉米炖出来也可以吃 不好吃 哇这确实有点老了 刀都劈不动 这是炖的母猪排骨 现在就放盐 别乱说 这是正常的肉 还放水吗 待会儿放吧 待会儿炖上玉米 你昨天吃的 这个桃这是照片树上的 还有吗 没有了好像 哇这香菜种得很好 嗯 够了吧 到 等下你 我 那这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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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 鹽 鴨 鴨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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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做饭了 煎个梅鱼 多放点油 我怕翻车 油多就放心 把火调小 油温七成热 下鱼 太棒了 好香啊 油太热了一点 辣椒面再煮 先关一下火 一锅煎就好 还剩一点辣椒面 浇到上面 这个梅鱼现在煎炒过了 翻一个面 煎另外一面 这个火候不太好控制 今天这个梅鱼可能要翻车了 因为一开始的油温太高了 煎得有点发黑 这是啥子 凉拌绝根粉 绝根 绝根也能吃 对绝根粉 你们吃过没有 没吃过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这小米辣不够 多放一点 够了吗 害怕你们吃不了辣 考虑的这么周全 吃软饭 都没放花销 对肠胃好 只有吃软饭了 没办法了 这东西好怪异啊 黑乎乎的 它就是粉条 这样 放一点生姜去 这个什么味道 又酸又辣 你就把我的舌头都辣走了 来你来尝 来 没吃过 看到捣鼓了半天 尝一下 第一次吃这种黑黑的粉条 烤不辣 还没怎么入味 对要让它腌一会 腌一会 应该很好吃 盐够不够 可以了可以了 这是土蒜 生包包不了它的皮 把它拍一下 这样方便一点 好 现在这个梅鱼已经煎得很香了 没放花椒对吧 没有 味道如何 咸不咸 有一点很辣 我觉得很辣 嗯 因为这辣椒面是中辣的 有点辣 没水还可以炸 嗯 还可以炸一会 这个为什么叫梅鱼啊 它都没有梅 这只是一种简洁的做法 正常来说是要让它长毛的发梅的 和梅的肥一样 嗯 好吃 味道是可以的 鱼皮更香 我把它炸完吧 我把它炸完吧 你别炸 来 锅里面夹 像这块 这块 这块 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挺好吃的 符合我们娘善人中口味 有点烫 这块 这块有点肥 要吃那个 瘦一点的 柴一点的 外焦里嫩 才香 比那天炖的那种好吃 没有腥味 就香味 以后我们可以这样做 好 学到了 学废了 你还要再吃一块 赶紧吃吧 趁热 热的更好吃 又菜又爱吃 有一点辣 但是我感觉这味道真的很好 这个下饭特别好 真的好吃 我说 你们 这几天 不是这两天 做的江西特产终于有一样是我们吃的来的了 那天做的那个鱼叫啥鱼 酱油鱼 叫什么鱼 这不是我做的 就是你做的呀 不是我做的 那个鱼我们就没放过酱油 就这个 还行 还挺挺符合我们的口味 就是有一点辣 满味辣的那种辣椒面 烤一块 炫一块 这是啥 这是啥了 是不是好吃吗 嗯 好香 这个肉是怎么做的 用盐 码了之后就放着 放干水我们就 放冰箱的 煮了就可以吃的 真香 是的 我也觉得好吃 这个鸡肉终于熟了 炖了四五个小时了 我吃了 没油耶 没油 你这个打帮也吃过去的 嗯 洋拌黄瓜 这是他们这边的风俗 越拌 吃 这我一块 我的呢 大家都不好意思吃这一块 你最喜欢的 嗯